亲爱的季度六家家人们 感谢神本周属于传统的农历根子鼠年 2020年跨入到农历新年 2021年的薪酬流年 首先恭祝大家新春愉快 和家平安 2020年的人类历史和整个世界 经历了往前入伍推一年的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得出的磨难和曲折 2021年将是以神亮的星期下 不经意的展示在我们面前 我想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和大家分享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跟心而变化 叫我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直接的理解就是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 无需模仿这个世界 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 其实这个原文的这个效法 其实是被动的意思 更准确一点的表述来讲 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弯曲 卑力的世界所同化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型 把我们给挤压 框在中间 不得动弹 相反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去变化 这个变化也是一种被动 历绝就是让神更新我们 而且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更新 这是我们依靠圣灵 应该被神所带领的节奏 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 体擦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善良 good 关乎神的怜悯和慈爱 然后存全 perfect 关乎神的圣洁 公义和完全 可喜悦 神是喜悦的神 我们要淘汰的喜悦 我们将会收获不一样的平安 让我们在新的2021年 多多的认识我们的神 转向他 与他多亲近 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 也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愿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跟上与主同行的节奏 多多享受神所赐的平安 上一周李章朗跟我们分享了 信徒防狼六招 那正式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接下来的星期天 徐牧师会在国一部和阅语部 来继续他的疫情正面看的第九奖 他要教导我们如何被神更新而改变 总要持守神已经给我们的指导主来 儿童部将由Rebecca杨慧老师 第一次跟小朋友们争斗 Christian Action 再次恭贺大家新春愉快 祖类福恩满意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靠祖一边自首 一边什么 Action 2月14号的季度六加 祖日在线 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